日本外相林方正17日召开记者会宣布 根据2022年的组织改造 将设立专门负责台湾问题的台湾企划官 以应对台海紧张局势 还有大量增加的国防、军事、外交经济事务 同一天台美日澳举行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架构会议 日本与台湾执政党也即将在这个月举行经济安全2加2会台 日本前首相安倍更是连续两周连线台湾智库视讯演说力挺台湾 面对中共的超高音速导弹威胁 洛克基德马丁公司指出日本将使用最先进的SPY-7雷达系统 可能部署在海基平台和军舰上 时事评论员江峰指出 SPY-7雷达系统将可以有效防卫中共的导弹威胁 即使远在新疆甘肅的导弹发射行动都在雷达的涵盖范围之内 新航亚开电视江紫阳编译